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的文章的第一段 OK 好 那就像刚才我们在解题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呢 你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最好先讲说你要为你的家乡做什么改变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会觉得老师会觉得说你这边这两行 这两行可能还是要换个位置或者是换一个说法 OK 因为我反而觉得说呢 你这个my hometown 台北 blah blah blah这边 好 你讲到说空气污染的问题 这个可能才是呢 你要讲说你要怎么样去做改变 OK 好 那基本上你可以在前面加上说 你要为 你想要为台北做的改变就是改善空气品质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你再讲说呢 因为你看到点点点点点点点 这样 OK 好 然后呢 你可以讲到说 你看到这些现象的话呢 你认为是因为大家在追求舒适的生活 比如说吹冷气啊 比如说呢 开车到处跑啊 OK 好 还有所谓的经济的成长 所以这个层次上来讲 应该是你先讲说 你想要为台北做些什么 然后呢 你观察到的台北的现象是什么 好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呢 大家也许呢 在追求舒适生活 跟这个经济成长之余 忘记了所谓的环境保护的问题 这样子 这样子我想会比较合逻辑吧 对不对 否则的话 为什么老师会建议你这样改 因为其实你从这个第一行 第二行这边 蹦 一下子跳到 忽然变成台北 but hustling and bustling capital 这个其实有点跳太快 可能在你的想法里面你觉得OK 但是呢 事实上这个 这个东西到这里 其实你如果仔细看它有一定的连结吗 其实没有啊 OK 好 所以因为你第一行跟第二行 其实你也完全没有讲到空气污染 你只是在讲说 追求舒适的生活跟经济成长 常常就会忽视着生活品质 可是问题是生活品质这个包含太多了 并不是只有空气污染嘛 对不对 好 但是你后面你主要讲的是空气污染 所以这边的话其实这个地方有点跳太快 OK 所以老师还是会建议你说呢 你把这个结构的顺序稍微调一下 让它比较合乎你叙述的逻辑啊 OK 因为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有限可以寻的东西啦 OK 好 那我们这个是结构上面我会建议你改的 主要就是这个开头的地方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有一点像是我们 好像我也不知道这个习惯是哪里来的 就是呢 好像我们的同学喜欢先稍微说教一下 但是说教不是一定是不好 因为所谓的论理嘛 好 但是呢 你要论理 你要说教呢 也要合乎你这个叙述的一个脉络 这样子的话呢 人家才会觉得说 嗯 你讲这个是有用的 这样子可以跟你 接下来要叙述的实力是可以贴上去的 好 OK 好 那我们来看到字句上面的一些问题啊 Nowadays we always pursue 这边 life 的话我们还是有个贯词吧 所谓的 a convenient life and the growth of economy OK 嗯 或者是你说 the growth of economy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OK 好 那你说 嗯 never the less 这边好像怪怪的 哦 我不知道你这边用never the less 的话是什么意思 never the less 的话我们是说尽管如此啦 OK 好 但是你这边如果要说尽管如此的话 应该好像是讲说虽然追求舒适的生活 好 跟经济的发展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非常注重环保 好像是这样吧 好 或是尽管如此 我们呢没有忽视对我们的环境的一个真实 否则的话这个尽管如此呢 好像不太对 好 OK 所以这边老师会建议你这个不要 你直接接 in the meantime 或是 at the same time we ignore the quality of life OK 好 那这个 quality of life 就像我刚才讲的 其实是有点笼统的东西 好 所以这两句话我还是建议 真的建议你把它放后面一点 OK My hometown Taipei is a hustling and bustling capital 或是 capital city It is full of vehicles OK 好 这边的话要改不改随便你啦 因为你后面讲到空气污染 所以老师会觉得说你如果讲 motor vehicles 会比较更贴切一点 OK 因为呢 要不然的话脚踏车也是vehicles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当然路上有时候 有一些很白目的U-bikes 但是呢 基本上它不会制造空气污染 对不对 好 但是脚踏车也是vehicles OK 好 It is full of motor vehicles on the streets so that 好 这边的话呢 看起来你这个so跟so that有点搞混 so that的话是表达目的 所谓的表达目的也就是说前面这件事情的发生 或是你去做前面这件事情是为了要这样子 OK 所以这边好像并不是一个手段跟目的啊 你绝对不会说是你要把路上塞满的汽机车 这个是为了要排出很多废气吧 对不对 这个有时候是我们也许是没有思考周详嘛 OK 好 所以这个顶多是一个就是说他造成他 但是是不是说这个是手段这个是目的 我想应该不是 所以其实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就是什么 and 嗯 OK and lots of vehicle lots of exhaust OK 这个exhaust 这个字用得倒是很好 OK exhaust is given off 或者是呢 你也可以用那个你后面讲的那个字叫做emitted OK 或者是given off 没有问题 the pollution exceeding the safe level may pose a threat to the local's health 这边这个local是只有一个人吗 应该不是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local应该是要加s 一撇在后面 或者是你说the local people's health 也可以 OK 好 或者是其实你可以说our 因为你说你前面已经讲my hometown Taipei 所以你可以讲our health 或者是你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所谓的national level 的一个考试的话 全国性的 那你可以说the local people's health if we are long exposed to the dirty air 这个写的还蛮好的 那dirty 或者是你想说polluted 因为如果以我们现在所能够了解的台北的空气 当然部分的时间还不能够说是dirty 因为纽约国跟中南部说实在有些工厂附近有时候会违法排放一些那种烟 那种废气 其实台北还算是还好 但是你可以说polluted ok if we are long exposed to the polluted air we have more risks of eczema cardiocular disease and lung cancer ok we have more risk of 这边的话好像这个用法可以改一下 好 你可以讲说we risk getting asthema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ok 因为disease是可数的 I think we should raise awareness of efforts 嗯 这边呢 所谓的 raise awareness 这边这个没有问题 提高大家的意识 好 那但是这边有点怪怪的 提高大家的什么意识呢 好 因为你这边说efforts 如果你说awareness of efforts 变成是指说对这些努力的意识 这些努力是什么 这些努力是你已经做的努力 ok 但是我看你后面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后面说to solve the air pollution problem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指说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raise the people's awareness so that they can work together 或者是they can make more efforts to solve the air pollution 不是吗 ok 要不然的话你这样写的意思 好像是指说有一些人他已经在make efforts 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他们 所以我们现在要提高对这些人的一个注意 就好比说我们常常讲说 其实很多所谓的社会运动团体系 他们在默默的做很多事情 但是他有时候他能见度不是那么高 好 那我们也不去特别去关注他们 那现在我们要提高大家对于那些社会运动团体 他们所做的努力的一种察觉 好 ok 如果你用efforts要变成有点类似 就是他们已经做了那些努力的 然后呢你希望大家注意到 但是我想这边不是这个意思 好 这边是你说呢 希望能够提高大家对这个议题的一个察觉 是有一个 solution problem or the quality of life would become worse and worse 这边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可是问题就是说 这边的一个小小建议 become worse and worse 或者是become worse 其实有一个你学过的字叫做 suffer 可以用 你可以说the quality of life would suffer 或是will suffer 就是说呢 他的这个生活品质会变得不好 suffer的话这边指说蒙受不好 蒙受坏处 所以suffer 或者是你可以说suffer seriously ok 好 所以这个是第一段 好 那除了结构方面 其实我觉得结构调整是比较重要 那在其次的话当然就是这些地方 希望你注意一下 不过我觉得你这个 这些疾病的名称可以写出来 很厉害的 好 那就是一些细节稍微注意一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第二段 好 这个细节稍微注意一下 好 这个细节稍微注意一下 好 这个细节稍微注意一下 我说的细节稍微注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